大同跟士林这一区 有什么样的抖战品单吗 不能透露 不然就不是骑兵了 以前我们连孙翠凤我们都找了 王苏坚他真的也是一个骑兵 他也是一个奇葩 我还是有点怕他 在几个比较正硬性的指标选区 台北市的立委一定会办初选 让前辈跟年轻的新生代 可以有机会公平的竞争 对对 那当然还有一些比较艰困的选区 譬如说大同跟士林这一区 如果说没有人出来参选登记 或者登记的人 登记的人不如我们想象中的强的话 那我们还会找骑兵出来 有什么样的口袋名单吗 不能透露 不然就不是骑兵了 我们算以前 我们连孙翠凤我们都找了 因为王世坚 现在到底要选哪个选区 虽然黄珊珊说就不会跟他抢了 但你真的觉得会是这样吗 那几个人的动向 当然会影响到你的评估 最好她黄珊珊也出来 王世坚也出来 最好她也出来 因为票就这么多 那黄珊珊跟我们在市长的时候选举也比过了 对不对 也知道她十一 那时候她还有行政资源 现在她没有行政资源 当然会比过去还会稍微再肉一点 我是说如果一对一的选举 她当然就是没有办法 像以前那样获得那么高的选票 那王世坚她真的也是一个骑兵 她也是一个奇葩 对 我是还是有 有点怕她 但是她要出来选当 我们要备战 对 那最好是萨卡都 她比较能够赢得中间选民的支持 跟民营党其他的会选人相比 对 但是我们还是要想办法 看谁出来 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来备战 对